亚劳娜则站在叶茨的边上 凑近了叶茨所抚摸的地方细细地看着 忽然她伸出了手 轻轻地朝着一块凸起的石头按了下去 接下来就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响起 石门浑浑地溜了下来 亚劳娜显然被这个情况吓到了 她猛然向后跳开了 然后躲在了叶茨的后面 直到发现是一座石门落下来之后 她才探出脑袋望着那道石门说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而叶茨望着那道石门惊诧不已 她回头看了看亚劳娜 又看了看那道石门 最后再看了看刚才亚劳娜 按下去的地方 可是 她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亚劳娜 你刚才按的是什么地方 这里啊 亚劳娜有些奇怪地看着叶茨 指着一块凸起的石头 这么大一块石头 你没看见吗 叶茨亥然 她真的没有看见 就算现在亚劳娜伸手 指着那块石头 她还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伸出手去摸 却是一片空白 根本什么都没有 她心里一惊 怪不得这些多罗人 有耻无恐 怪不得自己 怎么也发现不了机关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这个机关 根本就是除了多罗人 自己种族的人之外 外族人是根本没有办法触摸 也没有办法发现的 叶茨不知道 他们在这里弄上了些什么东西 总之 这个隐蔽的效果 让叶茨都忍不住叫绝 叶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看了一眼亚劳娜 点点头的 好吧 我们进去吧 怪不得罗伯 要让亚劳娜来跟着自己 看来 除了讨厌亚劳娜之外 还因为亚劳娜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秘密 她那么放心 让自己天天进入漆黑洞穴 也是有恥无恐 因为自己虽然敏锐 但是绝对不会发现 有这个机关的 而亚劳娜 虽然是多罗人 可是对于这种东西 并不敏锐和了解 如果没有人指出 有机关的话 亚劳娜是一辈子 也不会发现的 叶茨忍不住 在心里笑自己 她还以为 罗伯是个智商比较低的NPC 可是 从这件事上看来 这个家伙 只怕是不比达鲁法尔 笨多少 或者说 会更加的聪明吧 进去吗 亚劳娜 看着那黑区区的山洞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这个 仿佛是恶魔的大嘴的洞口 从她的心里涌上来了一丝深深的恐惧 将她的勇气一点点吞噬掉 你害怕吗 叶茨看了一眼 亚劳娜 她苍白的脸色上 写满了对于这里的畏惧 亚劳娜看了一眼 叶茨 想起了她和叶茨 第一次到达漆黑洞穴的时候 叶茨对她说的话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浓烈地将内心的恐惧 抛出脑海 过了一会儿 她终于平复了内心的激荡之后 才坚定地摇摇头说 不 我不害怕 叶茨扬了扬眉毛 这个孩子竟然已经成长起来了 迟早有一天 她会成为一个高级的萨满 或者顶级的萨满 叶茨似乎已经看到了那一天 她点点头 朝着那个漆黑的洞口走去 你有照明术吗 有的 亚劳娜微微一顿 连忙吟唱法术 在手掌中 点起了一个明亮的光球 快步地追上了叶茨的脚步 然后跟着她 朝着洞穴下面走去了 这是一条 仿佛没有尽头的楼梯 地泽的 让人喘不过来气 叶茨小心翼翼地 走在前面 她将自己的感知 放大到最高点 让自己三百六十万个毛孔 全部变成了雷达 无论是哪个方向 出现任何的问题 那么她手里的剑 就会毫不犹豫地射出去 这里是挪伯的秘密 一定不会那么安全 一定会有机关 这是叶茨所猜测的 可是一直到走完了楼梯 叶茨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机关 难道是自己想错了 叶茨站在最后一节楼梯处 四处仔细地观察着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什么也没有 叶茨吸了一口气 也许真的是自己想错了 她刚想踩下楼梯 却被身后的亚劳娜一把拉住 叶茨转头看着亚劳娜 有些奇怪 怎么了 等一下 我来带路 亚劳娜立刻摇摇头 示意叶茨不能往下面走 为什么 叶茨觉得自己的感知 要比亚劳娜强得多 如果由自己带路的话 至少能发现很多陷阱 可是 如果由亚劳娜带路的话 只怕是什么也发现不了的 亚劳娜看了看叶茨 伸手在她的眼睛面前 舞动了一下 她的表情 就好像是叶茨的视力 出现了什么问题一样 叶茨不仅有些好笑 伸手拉下了她的手 你看什么呢 我又没有瞎 如果你没有瞎的话 你难道没有看见 阶梯下面是岩浆吗 亚劳娜脸色苍白 刚才叶茨差点踩下去的举动 吓得她惊慌失措 所以忙不迭地一把抓住了她 岩浆 叶茨一脸不可思议 她再低头看了看 那黑漆漆的地面 哪有什么岩浆 而且如果有岩浆的话 应该很热才对呀 可是她怎么一点 都感觉不到热气呢 到底是自己看错了 还是亚劳娜出现了幻觉 她摇摇头 这里没有岩浆呀 下面不就是黑色的地面吗 不 一定是有岩浆的 亚劳娜却难得如此的坚持 她依旧摇着头 否定叶茨的说法 在她看来 这里充满了危险 叶茨皱起了眉头 从刚才那个机关开始 自己和亚劳娜所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到底是谁出现了幻觉 叶茨望着亚劳娜 自己该相信亚劳娜吗 她想了一会儿 从身后抽出了一只剑来 然后朝着那黑色地面丢了下去 而后 她看见 那只剑枝就顷刻被地面吞没了 甚至连一丝青烟都没有留下 就像是被丢入了岩浆中一样 叶茨心中大害 居然 居然是真的如此 她一直对于自己是仅有信心的 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 现实的一切告诉叶茨 她被自己的眼睛所蒙蔽了 她抬头望着这个平凡到了极点的洞穴 内心不由地生出了几分哑然 在她的眼中 这里是这样的 可是 在亚劳娜的眼中 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叶茨转头看着亚劳娜 只见这个孩子虽然脸色苍白 可是目光中 却有雷霆一般的坚韧 她想 她也许可以猜到 在亚劳娜的眼中 这里到底是一幅 怎么样可怕的景色 可是 她并没有退缩 反而在这种时候 主动提出来要带路 这该是 怎么样的一种勇气呢 就这样 看了亚劳娜一会儿 叶茨的脸上 露出了浅浅的笑容 她伸出手拍了拍 亚劳娜的肩膀 你确认要这么做吗 我确认 亚劳娜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的父亲 是多罗人的勇士 我绝对不会是懦夫 我以我逝去的父亲的名义起事 我确认要这么做 叶茨扬了扬眉毛 没有说话 而亚劳娜继续说着 白精灵 从一开始 都是你在教我 都是你在保护我 这一次 换我来保护你 叶茨看了亚劳娜一会儿 最后垂下了眼帘 退了几步 将带路先锋的位置 让给了亚劳娜 她的声音低沉而平静 我将我的性命 交易在你的手上 叶茨的话 让亚劳娜的身体 摇晃了一下 看起来 叶茨的这句话 对于亚劳娜来说 是一个十分沉重的压力 不过 这个压力 并不见得能压垮她 她用力点点头 然后走到了前面 站在最后一节楼梯上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对着叶茨说 在我们前面 是一片岩浆 在岩浆之上 有可以通过去的通道 不过 这通道的石头 是极为狭窄的 你一定要踩着我 踩过的地方行走 否则就会掉下去 虽然前面 一片漆黑的地面 在叶茨看起来 没有任何的区别 可是 叶茨还是点点头 她从来没有像是 现在这么被动过 她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全部都可能是虚假的 她无法做出 任何判断 最后 只能将所有的一切 托付给一个NPC孩子 无条件地信任她 这对于叶茨来说 实在是一件 太过冒险的事情 可是 此古以来 收益和风险是并存的 叶茨从来不认为 自己是个乖孩子 她知道 自己其实 只是一个赌徒 而现在 她则是要跟自己 打一个赌而已 亚朗娜开始走了 她的脚步 沉稳有力 却很缓慢 仿佛是要让身后的叶茨 看得清清楚楚一样 她抬起了脚 踩到了一块石头上 叶茨清清楚楚地 记下了那块石头 刚想踩下去 就听到身后楼梯的顶端 传来了隆隆的声音 叶茨和亚朗娜都回头看了看 看来 入口处的石门已经关闭了 叶茨想 自己知道外面进来的机关位置 可是却不知道里面出去的机关位置 就算是探索完了这个境地 也不见得能出去 这可有些为难了 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再来想这个问题 实在是有些多余 现在只有继续走下去 走到最里面 看看能发现什么了 叶茨跟着亚朗娜 一步一步地走着 她不偏不倚 绝对不会自己随便地行动 一定是按照亚朗娜 所踩过的地方行走 这让两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也不知道行走了多长时间 叶茨抬眼所看到了一片 清澈见底的湖水 不过 她却不太信任自己的眼睛 而是站住了问道 亚朗娜 前面是一片湖水吗 是的 亚朗娜虽然很奇怪 为什么在一处遍布沿江的地下 会出现这么一面 如此清澈的湖水 可是 她还是诚实地回答了叶茨 在湖水的上面 开满了很多的花朵 很漂亮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不过 这些对于叶茨来说 又是一片茫然 她什么也没有看到 除了看到一片清澈的湖水之外 她什么也看不到 亚朗娜看着叶茨 那茫然的神色 就知道 她又跟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了 只能叹了一口气 还有几块石头 我们就上岸了 你跟好我 叶茨不再多话 点点头 踩着亚朗娜的脚印 很快就上了岸 虽然在叶茨看来 这所谓的岸边 跟自己刚刚走过的地方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 她现在 已经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前面 是一片很清澈的湖水 湖水上面 开满了花 还弥漫着雾气 我不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亚朗娜 站在叶茨的身边 将自己所看见的东西 描绘给叶茨听 叶茨点点头 虽然她现在 眼前所看见的 都是虚幻的景物 但是不代表 她就丧失了所有的能力 至于 对地图的敏感度这一点 她是一点都没有降低的 她站在湖水边 左右走走 最后找了一个位置 从身后取下了剑 朝着湖水中间 就射了一剑 洁白的骨剑 发出了尖利的呼啸声 擦着水面 飞速地行进而去 而她留在水面的痕迹 就成为了叶茨 作为判断的最好参照物 果然 在亚劳纳描述有花的地方 古剑会遭到一些阻拦 从水面的痕迹上 能轻松地看到这一点 叶茨的记性不错 在放出去了三十多只剑之后 记住了整个湖面上 比较大的几层花朵的位置 接下来 她要实验的就是 这湖水有没有毒了 她看了看身上 还有终极解毒药剂 一般的毒性都可以解 而且 自己的血厚 就算解不掉毒 有血瓶的支持下 应该不会要了命 蹲在湖边 叶茨伸出了手 轻轻地抚摸着 那清澈的湖水 平静的湖水上 立刻泛起了层层涟漪 那清澈的水珠 随着叶茨的手翻腾起来 水底下有很多漂亮的石头 叶茨伸出手抓了一把 想要测试一下 有没有什么危险 不过 什么都没有发生 叶茨这才直起了身子 对亚劳娜说 你会游泳吗 当然 我们经常跟人鱼打交道 如果不会游泳的话 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 好吧 我们游过去 亚劳娜点点头 跟着叶茨走进了湖水中 叶茨不忘记 交代亚劳娜 那几层花 我看不见 所以没有办法测试 他们到底会出现什么状况 所以 你不要靠近他们 就算我靠近了 也要提醒我 叶茨有些气馁 自己身上 没有带水下呼吸药剂也就罢了 连那根 有水下呼吸技能的鱼竿 也被他放在了仓库里面 看来 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 你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需要些什么东西 只可惜 自己身上的包裹 实在是太小了 放不下这么多东西 看来 从这里出去之后 他得去想办法换几个大一点的包裹了